一款捆千元大钞等着装箱 因为警方查货不法获利 现金高达五千多万 再往里头走 柜子里盛放满满的精品包 迪奥 爱马仕 香奈儿 七十七个名牌包 要价不菲 除此之外 劳力士 佩纳海 百达菲力 十只名牌手表 价值高达五百万元 这些通通都是查扣到的证物 警方清点大把钞票 地点就在台中七奇豪宅内 徐姓男子和张姓女子这对夫妻党 在网络上架设非法赌博网站 将目标锁定为中国赌客 吸收中资再转换为虚拟货币 从市地下汇兑交易 一年之不法获利 高达新台币一百七十亿余元 本站查获之现金 以及这一个不法金额 总共约两亿余元 均为全国历年来查气水房之最大规模 报时节和宾室停放在外头 昂贵名车四部 通通都是不当手法转来的 还好警方全力扫荡 夫妻党的奢侈品全被查扣 这下都得吃上新责 基新闻赖文中网可情黄萱萱采访报导